台中一家知名肉园店这店家是将发票机设在门市隔壁 等于消费者必须要自己走到另外一头才能索取 但大约只有两成顾客会这么做 而结账时也没有主动开发票 让学者痛批这根本是放任商家技巧性的漏开发票 但国税局也说了法令没有规定店家要怎么开发票 所以现在也没有违法问题 买了把玩付了账单 但不对啊怎么没同时付上发票 店家告诉你请到隔壁索取 老板有说公告也贴在墙上 为了加快服务流程买单后请自行到隔壁索取发票 只是观察一下 付账后似乎主动率并不高两成不到 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肉丸拿了钱给了人就转身离开 到隔壁索取发票 消费者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 但店家把发票机设在门市隔壁 说是为了加快作业流程 我们从没有漏开发票这种动机 因为做行李本来就叫做事业吗 店家的做法遭到学者批评 是技巧性的漏开发票 但国税局说没有法令规定 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开发票 所以店家没有违法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台语中报道